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都相当同意蒸汽弹射和电池弹射没有必然的关系 也没有继承的关系 两个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 所以一来就一个飞跃到电池弹射 也没有什么技术累积的问题 而电池弹射听下去的优点多多的缺点又好像少些 那是否代表中共的航母一帆风顺从指高走无忧 一用到电池弹射就可以用到跟美国一样的sorting rate 即是说出击率一下提升 一天可以去到200个架子这么厉害呢? 所以我们就要找陈博解释一下这个疑惑的情况 所以陈博第一个问题都是问中压直流的问题 中压直流其实又解决到多少呢? 就是我们说现在看上去中国的电池问题 因为我们建福特豪他们搞这种电池弹射 其实中间都会遇上困难的 他们自己也有他们自己的困难 那你又觉得如果中国他们用中压直流这个技术 放进他们的电池弹射 又搞成怎样呢? 这样说吧 中压直流我们之前的节数我们有说过 其实都是大约介乎那些 以千伏特计至到以万伏特计左右的一些电压 如果是直流 顾名思义就是直流电来的 就是跟我们的电池上本身是直流电 就是电压一直找着一个位置 不会跳来跳去 那就是直流电 可以这么说 有直流电 其实我想最大意是 令到在这个的 战船上面的一些需要用直流电的器件 就有了供应了 所以我会说 你上面摆什么装备都好 你后面有一个很稳定的 技术到位的一个供电 其实才是有意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讨论了一个叫中压直流的问题 然后你可以问有中压直流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也不小心提及了 你说得这个弹射系统 尤其是电池弹射系统 你直接就要用到直流电了 比如说 当然用直流电做这个电池弹射系统 把战机送上天 美国开发的时候一定有遇到它的问题 因为直流电 你如果电压低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难照顾的 应该这么说 任何电都是的 一度高压电的时候 你交流好直流好都很难照顾的 那就是你怎么去应付它的损耗的问题 还有就是电有和没有的时候 对周围整个电路其他的部件的影响 令到你怎么做一个很乖乖地和你运作 和你射飞机上去 而又不会弄烂你其他东西 的一个这么高压的一个直流电的系统 用来供电给那个弹射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技术难关 那么直流电 比如说弹射系统用的直流电 通常你说的几千伏特左右 甚至我不知道exact的数字是多少 所以我会说 无论是你中国能够达到 玩到这些中压直流 还有你美国你自己本身一定是做得到的了 那么它是可以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些比较中压的交流电 你自己交个器件去将它交流变直流 这样一样也都可以 所以我又要再次重申一次 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不以为 一边一个阵营只是用直流 一个阵营只是用交流 其实不是的 其实就是原先开发的美国的那边 它就在整个它那个蓝的电网里面 更多部分是交流电 但是到了它需要用直流的部分 就是整一个转换来将交流转直流 但是现在中国这里 它认为自己争取的进展在哪里 它就在整个蓝本身的电网上面 它有能力做到在更加上游的位置 都已经是供应到这个直流电 就是你去分配给不同的部件 相对的分配是比较容易做的 所以我就会这样说 交流就是在它的传书上面 就比较多一些已知能够做到的优势 但是在直流电里面 亦都是在传统知识上 是比较在分配给不同的部件 去用的时候又去的优势 所以你很难说用直流能力 还是用交流能力 是你怎样去将两种东西之间 玩来玩去呢 才是决定你能力不能力的 改一下技术 那就是说如果 中国假设它可以克服到 即是直流电那些的劣势 直流电有直流电的优势 放下去又快又行 交流我们经常说 在传书上的优势会更大 Anyway 我们当中国它可以处理到这些问题 如果现在我们去说 放在电池弹射里 陈博可不可以和我们也说一下 电池弹射 很多时候我们经常都说 它的原理 现在在战艦上 或者现在投送飞机上的 大型优势等等是如何 首先说原理 再说那个优势 优势也是相对于蒸汽弹射来说 但是先说电池弹射的基本原理 因为其实原来有很多 这些电池弹射的现在最基本的原理 如果你是用直流电出发的话 里面牵涉到的物理学 完全就是中四程度的电池物理学 不知早上十几年 还是流行神探加利略的时候 他那个很古怪的手势 把三个手指互为直觉的 放在手势 其实就是那些叫做 对了 对了 有左手指互有右手指互 如果他说电池弹射的技术 基本上就是左手指互 你就只需要有一个电流供应 把这个电流供应放在一个瓷场里面 自动它就会有一个电池力 向一个特别的方向 而那方向就是由费林明左手定律给出来的 所以你就回来了 你为了想把那件弹射物向前推 那么你周围的电流和瓷场要怎么摆 让它可以给出一个向前推的力 其实就是这个这么简单的 好像一种叫做摩打原理 我们或者叫做Lorence Force 这个纯粹是一个电池给出来的电池力 当你给了一个电流 把这个电流放在瓷场里面 你就会获得一个推力 将整件东西向前推动 所以那些这样的弹射器 很多时候你会看到里面 是有一些永久瓷铁在这里 永久瓷铁就给了一个很稳定的瓷场 然后你那件东西 也会跟整个电路一起通一个电流 电流暴露了在瓷铁里面 整件东西就会有推力向前推 这个就是无论是那种叫做电池轨道窗 还是电池弹射器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你为了维持推力在不断向前的时候 你给进去的电流 甚至电压都是一个 只能是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要求要是直流电输入 这个就是我尝试很基本地解释 就是纯粹因为一个很基本的电池学原理 你有一个很单向的电压 产生单向的电流 就能够产生一个单向的推力 于是乎就有弹射 这样的东西 而且推力有多大有多小 很视乎你本身比进去的电流有多小 所以你能够转到电压大小 转到电流大小 你基本上可以控制它 在那么短的 其实弹射中间的历史很短 我不知道有多少秒 不知道Larry你有没有数字 一个机师坐进去的那个战机 在弹射中 其实拉去的那一刻 其实是几长时间的 应该是2.4秒左右 我有印象是2.4秒 是的 在这2.4秒里 拉你的动力如何拉得更好 那你会很容易透过去转到电流 你怎样能够转到电流 其实你转到电压 就很自然能够转到电流 这是很基本的电机原理 其实这里也说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你认识这个电池原理 你知道如何根据这个原理 来控制你给出来的推力有多大有多小 那基本上完全是由你外面给到的电压 可以控制得到 于是我们会说 这些电池弹射的东西 比起传统的蒸气动力 有一个优势就是 它经历中间的短短2.4秒的拉力 你可以很容易fine tune它 tune得漂亮它 想想一下另外一个情景 你用蒸气弹射 蒸气弹射 你会想象到 里面一定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谷很强的蒸气 令到有一个压力弓 然后你释放压力 一推 然后就把整个战机推出去 往往你用这些高热气体来推 其实你可以想象 就像你用气球去噴一些东西出去 最初气球大的时候 给出来的噴力很强 然后随着气球里面 气体越来越少 压力越来越小 所以去到尾程的时候 你的推力自然就会弱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尝试 用其他方法令它的推力可以维持 但是因为气体始终是一样 是很容易被压缩的东西 水蒸气也是一样 很容易被压缩的东西 所以你要去很仔细地调校 在那2.4秒的头一段 中段和尾段 那个推力是想要多少多少 多少小 然后做得很准 用蒸气的技术是很难做到的 蒸气是一样很难照顾的东西 但是反过来 用电磁弹射技术 你就只需要比较轻松地控制 你供电它的大小 你就可以做到 那个推力 怎知为之推得漂亮 我不知道Larry 你心目中有没有想法 就是如果电磁弹射 是否那2.4秒用同一道力就为之最好呢 那你会否同意这个说法呢 我会同意那些机师常常投诉 就是说 如果他用传统精力弹射 一弹射就会被吵起 吵起 吵起 而且很好笑 他们的战机 其实他们有个位置是有扶手的 是是 有个扶手的位置是他们拿着的 他们拿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弹射 你不拿着的东西 整个人的头可能随时撞了 撞了前面的玻璃 很夸张 他们就说独力就大到这样 所以一弹那一弹很大 但是到最后又觉得 基本上不够力推出去 是的 所以他们就说 引擎一定要开到全力 否则他很害怕的 机会跌下海 是的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气球的问题 你用蒸气弹射 就像一个谷进气的气球 突然之间用这个气球 一喷气出来 来推你那一刻 你最初的推力一定是最大的 而且最大的气球 最能够推你那一刻 就是摆在最初 但是到了你的气球 已经知道没什么气的时候 你的推力很有限 但是往往你后短的时候 才是想要更多推力的时候 所以你很难在这么短时间内 控制着这些蒸气 去给一个稳定的推力 所以这个过程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电磁弹射不是的 你可以按回机师的感受 你可以在最初的第一次 第0秒至0.2秒的那一刻 不要被那么厉害 慢慢上温柔一点 可以吗 我们受伤的 你们也没有好处 但是到最后的0.5秒 0.4秒 你可以和我有这么厉害 可以被那么厉害 这样呢 用这个电磁弹射 我想这一刻 就透过你控制电压电流的能力 你就可以去照顾到机师的需要 我想不单是机师需要 对于里面整个被弹射的器件和人员 我觉得是会有更大的保护 所以我觉得 纵使你说电磁弹射 可能给电磁弹射 是令它弹射的频率可以提升多一点 但是带来整个舒适感和安全系数 我觉得这个是无价的 我觉得是更加值得 去用电磁弹射的原因 这个是的 因为那个战力的维护 无论是战机的选号 人员的选号都重要 但是陈博也想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除了中日直流 大家应该都相当清楚了 但是另一个问题 就常常困扰着 就是中国它用的航空母船 它的核电设计仍然是未成功 所以它的核动力炉仍然未出出来 仍然是用常规动力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烧油 然后用蒸气魔力 然后带出输出等等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去用到这个电磁弹射 我们估计了 电磁弹射 它都一定会吃电的了 所以中国又不像英国用全电推动的 整件事一定会有能量的选耗 也不会太少了 所以整件事如果用传统的动力 现在再加这个电磁弹射 大家都常常很关心 够不够电 会不会不够电到一个位置 就是它可能开开下船就要停下 或者其他东西又要将袖 又要停下 全部就集中谷 有没有这些风险在那里? 那你说呢? 对于先前你说辽宁浩的那些参数 可能大家都会听过 柴油七日又补给的那些问题 其实这个是很忧虑的 因为等于大家去换电话 那些电话总是越新的 越多功能 越吃电 因为它用的那种传输技术 那个data rate更高 更加有效 然后就更加多的功能等等 就是你由2G电话到3G、4G 现在5G电话 你都知道那些 几时的电话 可以倒水倒得多快 就是有时候你贪得意 你关掉了5G、4G 你落回去2G 你发现那些电话 可以用整个星期 但是一开着那些东西 你发现一天都用不到 倒水地倒 所以你自然想的问题 就是你后面供电的东西要厉害 那么你这么多这些雷达 那么多这些电池弹射的东西 又载那么多的人员 你又要载那么多的艦载机 将东西升来升去 那其实整套东西是吸电了很多的 如果你还在用传统的动力 其实就直接影响 不是直接影响作战能力 可能影响到生存能力 我已经觉得是 就是我不知道 譬如说福建号 它可以改进到多少 但是始终如果你还在停留在 传统柴油那种动力的话 能量可以带多少能源 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 通常你用得这些柴油 再用柴油去和你煲水的东西 都是一些比较耗时间的东西 就是你一牵涉到蒸气 然后就 那类的问题就是你要等 所以我们就会听到 为什么中国航母 你为了要发动它 你都要把它撥机撥四十八个钟 其他的可能两个钟就可以了 那你想想一下核动力的东西 它里面不是没有蒸气 但是它那些可能用到的技术就是 你那个蒸气是一种闭合的蒸气 是整个就是 就是一个闭合系统里面 来去推 就是推那些这样的温轮 而且加上你的核能本身 能够比出来的能量够高的时候 就算煲水都煲得比人更快 那就是你用柴油来煲水 和用核能来煲水 你只是核能比也多又快 那这样就已经是好处了 总结来说 我会说 虽然我们说的是中压直流的问题 和电磁弹射的问题 但是其实回回来 就是你基本的能源供应 往往才是 就是现在在这一刻 你要比较福特豪和福建豪的话 其实你问我 我觉得回到能源供应问题 我是看得很大 所以那个观察 有很多朋友是担心 就是福建豪的作战效能是会怎么样的 就是如果你硬去推它去到电磁弹射 因为大家都在想 其实电磁弹射的好处就是 它的缩短率会高一些 就是比电磁弹射的情况 但是整件事背后 是不是最重要的是心臟 就是究竟你可以释放到多少电能 才可以做到那个效率 如果你硬去推这件事 但是你背后又不够能量呢 其实会适不其反 我会认为是 这件事都挺重要的 就是等于你真的 因为电磁弹射得多先进 但是你很快就用完 就没有电了 就变成市场竞争力就会低 还有啊 陈博 有一个问题 有时都会困扰我的 就是说 中国呢 我发现它的航空母船 它的设计和美国航母 都有些不同 那不同在哪里呢 虽然它们的设计呢 中国尽量是跟着美国来抄的了 但是总的一些位置是抄不到的 例如呢 它美国呢 就会有三个升降机 它就会有两个升降机 这个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我们会觉得它是会跟着 抄回美国的设计 因为你的出击 如果你可以跟着美式航母 你的出击效能是最大保证 说真的 有得给你抄 你都不抄足 背后应该有负重 我们观察就是说 它由三部升降机 到两部升降机 由四个弹射器 到三个弹射器 你觉得陈博 除了传统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保守点好 跟着之前的设计 风险係数低一点 每一样东西都不要做这么大改档 所以出来的成功率会高一点 这个就是传统的说法 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看法 在科学角度觉得 其实它每一样都要减少一点 原因是真的不够电的问题 我可以是这么说的 你如果又要做到一件东西 是有了这几个功能的话 那你不要做那么大部机 就真的 在这里我又会想到另外一件事 我基本上都同意你的说法 就是它可能能源的问题 未能够很解决 未能够满足到那么大的负载 于是它每一样功能都保留一些 但每一样功能都不做到那么足 然后等下一代再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在我们这代 令到我们能够掌握了这些技术 有了这些经验 再做下一架更漂亮 这个是合理的 另外一方面 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少认议 比如说美国决定去做多少部 整个航空母船运作上来的时候 哪个部份要多些电 哪个部份要少些电 还有你去做一些压力测试 预测这些情况之后 哪个最弱的环节在哪里 在美国里面他们非常喜欢用软件来做模拟 那你去模拟实际 你去运作时候的情况 那你基本上当你有个蓝图 你有三部电梯还是两部电梯 能不能够达到作战要求 你就已经摆在这个程式里面 而往往这些程式 你也是很需要就着不同的设计来去度身定做 这一件事就令到你在电脑模拟上有预演 就令到你更加合理来去告诉别人 为什么这里要三部这里要两部 我以现在的供电系统 我做多少部才叫最合理 到真的软件最劲的时候 我可以做到最快弹到多少架机 首先就是在设计蓝图 做这个电脑模拟 然后才做出来 你也有实际的演习去训练 这些东西 变成了令到美国可以推得很尽 基本上在它做好那一刻 我已经大约很准确掌握到 我最大的效能可以去到哪 而在这方面 往往你看中国资讯 我不可以说它没有 是很少很少资料你能够找到的 这些东西 但是你问我 这些这样的无以实际运作的那些系统 其实我会说是一个国防上面 即一些作战上面 已经可以归类到极高机密的东西 而是重要的 也是 讲到很多这些模式 都没有就是航母 有大量应用在我们说的那些飞行工业上 包括运用的 包括军用的 例如我们说 即使是飞弹 即是楼体的确 或者是它们去模拟做 尤其是高车触武器 我相信你也有很多模式 模式要做 模式要计算 而飞行器那边也是很夸张的 这件事我相信也是 但是当然整件事做得越好 对后来的修改 调校和校正的速度很快 又是那句 你越快调整修正到 其实那个进步就会更加理想 就是那个落后的情况就会少些 不过陈薄可能我们的节目 经常说一件事 就是美军经常成功是三件事 包括那些 specification 不如如期 接着也会迟到 最重要就是会超支 就是我们俗征的 烂spec 烂时间 以及超支 我们经常说 但是虽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会期望中国会不会更好 就是美国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就是这个budget 就是我们不知道 它不会公布 接着它那个spec 做到什么 又不会和大家特别说 那个测试 我们也不知道它测试什么 就是美国的透明度会高 但anyway 我想就是来到这一部分 我们暂时 我们会知道 就是中国的技术 在制造航母的时候 发挥它最大优势之外 其实和美国的差距有多少 另外也看得出 就是它来要努力的方向在哪里 那我们这一节就来到这里 当然 还有其他的位置 我们还没讨论 包括刚才陈伯说到 既然电流的技术 如果再加上了一些武器 除了我们说电池弹射之外 例如电池轨道炮 或者其他电池武器 其实都还未面世 但是它们如果在这些原理下面 怎样可以发挥到最好 还有 为什么这些武器 现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可以实战化 去做这件事呢 后面一定有些事情未克服 所以我们之后 有机会又会和陈伯去谈 当然大家有兴趣想知道 你告诉我们 那怎么样呢? 在下面的留言 你帮我加1 那我们就收到 那我们就收到 那我们就有这么少数量 又和陈伯就六发一集 那就是给大家介绍了 好,那我们这节目就到这里 那大家记得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包括军武器言和霍洛生枝 那记得给like 好,那我们在之后的集数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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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